又換上幹活的衣服了 又要取快遞了 只要天氣晴 就趕緊忙活自己的事 取快遞 取快遞 是一件嗎 我就是特地報的手機號 我怕是兩件三件 我自己不知道 好像不止的一件 這是個大的 是一頂帽子 而且是淡綠色的 這個帽子估計在淡綠 沒辦法戴了 因為這裡的氣候挺低的 盒子不要了 因為我也沒地方放 扔在這 小綠帽 到時候我染個紅頭髮 戴個綠帽子 那頭 那就要一個眩 這適合夏天戴 黃頭也行 為了這頂帽子 再給頭髮換個傘 三件好像是 就在這拆包 垃圾不帶回去 要不然還得自己扔 這是什麼 好像是油鹽醬醋 蒜蓉辣醬 哪天我要是沒菜吃了 我就吃醬吃飯 餓不死 五袋 還有呢 這麼多 這是我買的一件棉袄 這個是騎型用的 因為我騎的地方冷 山上都是雪 沒辦法買 不能凍了 這是我買的家人的褲子 就相當於綿褲了 這又得穿厚一點 買了幾件這種 一次性的雨衣 自量能好一點的 應該是五套吧 這個因為它薄嘛 帶的方便一點 我以前買的雨衣厚 太沾份量了 讓我給退了 幸好我能退 那個都買了快一個月了 還退掉了 你看這個 戴上一套 兩套就足夠了 騎型 一定要簡輕負重 否則騎的真累 在外面遇到風吹 日晒雨淋是避免不了的 這是我新買的棉袄 在大理 或者往北去的地方 穿這個厚度正好 現在棉衣沒什麼款式 不像冬年的時候 這個厚薄挺好的 雖然款式不好看 但是實用性很強 那張深色的 我出行就穿這一套棉衣 包括褲子 褲子也是棉 因為寧可出點汗 也不能說凍感冒 凍感冒就沒辦法再前行了 戴兩套衣服 一是棉衣 二是裡邊這種喚醒的衣服 戴兩個 還有就是內衣 戴兩套喚醒的就可以了 然後戴上帳戴上睡袋 盡量減輕負重 其實騎型 如果說你駝的東西很多 再加上上課真的很辛苦 那哪是在小時候 那是在受罪 那天我會一直關注天氣暴 等著這個雨 不是連雨天了 時不時能出個太陽 或者說這一天下雨 最起碼下一個陣雨 不要是老下 這個時候我基本上就可以出發了 還有一點點快遞沒到呢 等那兩天快遞到了之後 基本上就可以齊行了 你們現在看我的房間 先忽略它的亂 你就看這些東西 如果我不租過房子的話 不當成倉庫的話 怎麼放這些東西 這還不是全部呢 這只是一部分 我民宿裡面還有呢 這是生活必備的東西 萬一哪天我也被瘋了 光靠這個醬 靠點大米我也能活著 這個小倉庫 雖然是很亂 但是越來越有親切感了 我現在坐在這都不想走了 因為全是我的東西 全是我自己的氣息 雖然我每天人在大理 每天也會偶爾聯繫一下 上海那邊的熟人什麼的 我就問我說菜收到了嗎 各種各樣的去不去菜 會問的 其實其他的倒不是特別關心 就是關心吃的問題 我為什麼會在視頻裡 都會說這樣的事情呢 現實的狀況都說出來 說出來之後呢 才有更多的人了解 才能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 才能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浦東那邊的朋友呢 有的收到了第二鍋菜 基本上都收到第二鍋菜了 當然浦西的 有的收到第二鍋菜 有的沒收到 第二鍋菜呢 沒有收菜 有的是分一點火腿 一點點 大概是幾點 有的是分一小塊臘肉 二點多 還有的呢 是分了一袋米 但有的小區呢 就分幾斤米 甚至兩千斤 就給你分一點點 一個袋子裝一點點 這樣子 每個小區不一樣 包括浦東和浦西呢 也都不一樣 大家夥收到的東西不一樣 還有就是說 收到的量也不一樣 像今天我問長寧那邊的 某一個小區的 又問了這個 許慧那邊的某個小區的 他們有的收到了第二鍋 有的沒收到 這是一個真實情況 當然 我又有朋友說了 說這個 這個叫 不是郊區的問題 就是鳳鞋那個地方 是農村那個地方 他們收到了第四鍋東西 第一次收到的菜 第二次沒有菜 就是一點點那個腊肉 或者是雞肉 或者火腿 不一定 不是這山藥都有 而是這山藥可能有其中一樣 這是一個真實情況 還有就是 所有人都是在那個 叫做美團裏面團購搶菜 這個搶菜呢 有的時候搶不到 一般好像搶到的不多吧 好像是現實的 我不太清楚 我只聽他們說 是要這個居委會呢 去 帶買一些東西 讓保安呢 什麼帶買一些東西 今天早上有的朋友說 他買了三十個雞蛋 一百塊錢 價格要比平時 貴個三倍左右吧 這不是問題 就說這價格真不是問題 主要是你能買的還行 當然了 現在這個 疫情來的很突然 讓所有人都錯了不及 每天新增那麼多病例 也沒有那麼多工作人員 去為所有的居民服務 這個是真的非常能理解的 當然了 這肯定是慢慢慢慢會解決的 也是肯定需要一個過程的 不急 只要大家知道這個事了 相關部門重視了 就會慢慢去解決了 其實我拍視頻 我可以說其他的 可以說一些沒用的 玩什麼的 不關緊要的 我為什麼說這個事呢 就是想引起 有一些部門重視 雖然我的 雖然我沒有什麼力量 我屁了不是 我也沒有什麼 一點點的影響力 我覺得我也說 上海的那些朋友們 他們也說 所有人都把 近日情況說出來 大家伙就看到了 現在是什麼樣子 這部門就會想辦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事情和這些工作 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善了 需要一個過程 但是別人知道了 他們也重視了 那就目的達到吧 來吧